不同人制作书桌,三岁制作书桌。 哎呀,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书桌了,因为我一秒不学习就浑身难受。 那你现在也没再消息啊。 首先在地上放上蓝图工具台,接着在旁边放上方块和一个地毯,接着把方块敲了再放上一张椅子就大功告成了。 你们看,我做的这个书桌牛不牛? 七岁制作书桌。 三岁做的书桌也太一般了吧,我的书桌可是用水做的。 还用水做的?你咋这么能吹牛逼? 首先在地上倒上一桶水,接着拿出区域复制方块把边缘的水给复制下来。 然后放上一个方块把图纸放在上面,在这里放上一个木围栏,最后把图纸激活就大功告成了,再放上一个椅子不就是书桌了吗? 是我咕噜寡闻了,居然真的是用水做的桌子。 十二岁制作书桌。 大家看过我的书桌以后,就会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垃圾了。 因为时间问题,我已经提前做好了。 你们看我做的书桌,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? 是不是跟你们在学校的课桌一模一样?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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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唯一